Dream Car算是每个人自己所向往的汽车,标准不尽相同 有的人的Dream Car可能不是那么的昂贵,算是自己短期内的小目标 而有的人的Dream Car可能永远都不会拥有,但对它是足够的喜欢与热爱 而我的Dream Car是保时捷911,我喜欢它大雅蛤蟆的造型 也喜欢它中置引擎后轮驱动的布局,以及水平对质和PDK等等等等 作为普通人的我,可能在未来的五年十年甚至这辈子都拥有不了它 不过没关系,在今天它离我并不远 这个感觉 现在我就驾驶着我的Dream Car行驶在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整个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很高兴能驾驶着自己的Dream Car行驶在赛道中 这种机会还是非常难得的,可以在赛道中尽情的去释放这一台911的魅力 不过我们在试驾之前是签署了一份协议的,上面写道如果在赛道试驾中发生了事故 除保险外,我也是需要支付三万五千元的费用的 所以说我现在的内心十分的挣扎 造成内心挣扎的并不只是费用 绝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于自己对驾驶能力的担忧 因为不清楚能否控制得住这一台911的450匹马力和3.9秒的0百加速能力 但是在赛道体验下来,它慢慢的让我找回了自己 后制后驱的911在弯道中可以获得更高的速度和更精准的车头指向 精准的操控可以让驾驶者信心倍增 也可以说它做到了人车合一 其实每一个以操纵出名的运动车型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而真正驾驶过911的话,你就会知道 其他的车型带来的感官刺激远大于它的实际速度 而911正相反 我想这正是911被称作驾驶者之车的精髓所在 宝尔街911从1963年到如今已是过去了60周年 已成宝尔街的经典 如今迎来全面的电气化转型 在这次的活动中也是看到了宝尔街的首款纯电新车型 Teycon Chrysitismo 全新的Teycon Chrysitismo是专为7级的生活方式而设计的电动跑车 车辆标配了四轮驱动系统 带宝尔街主动悬挂管理系统的自适应空气旋架 以及专门调教的延时模式 还有标配的可提供更长续航里程的高性能蓄电池升级版 全新的Teycon Chrysitismo将月夜模式所需的灵活性 与正常路况下动感而舒适的驾驶体验 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 全新Teycon Chrysitismo可以理解成Teycon的跨界旅行版车型 它会有更舒适的空间和更充足的后排乘客头部空间 以及更大的装载能力和更广阔的驾驶范围 那驾驶着这台全新的Teycon Chrysitismo 它的试驾感受和911有着明显的差别 但还是有一些一样的地方 最明显的差别就是乘坐感受和视野 因为全新的Teycon Chrysitismo是跨界旅行车 且具有一定的越野能力 所以它升高后的离地间隙是要比911高不少的 然后还有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它很安静 毕竟是作为一台纯电板车型 所以它并不会有发动机轰鸣的声音 另外相同点的就是它同911一样 非常的好开 标配了四轮驱动系统和自适用空气悬架 这一点在舒适性上是要比911好太多的 全新的Teycon Chrysitismo 毕竟是作为一台纯电车型嘛 那作为纯电 肯定离不开的就是它的动力以及续航能力 全新的Teycon Chrysitismo 一共是有四种动力可以选择 CRTC的续航里程呢 最少是469公里 最大呢是523公里 算是主流的续航里程 这一次的赛道试驾 我们分别体验了911 Turbo S 和4S等车型 以及Teycon的 Chrysitismo Teycon 4S GTS Turbo 算是经典与未来的碰撞 911作为保时捷的经典 是很多人的Dream car 而Teycon作为保时捷的未来呢 绝对相信也已成为很多人的Dream car 幸运的是在今天我都体验到了 美好很短暂 也许在未来我能够有机会拥有 但绝不会像今天一样 这么开心的去感受它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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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